姚璇瑜 资料照 记者赵新天社 记者赵新天综合报道 日本LPGA巡回赛 KTT Bay Foundling女子公开赛 今天在雨中打完第二回合 连续两天独角出71感的台湾好手姚璇瑜 以总计142感战时并列列 第六 KTT Bay Foundling女子公开赛 在雄本县举行 今天遇上封面过境 夏宇又降温 姚璇瑜在前12动打两个搏地 当时一度冲到并列第二名 但在第13动短动吞搏地之后 陆续被其他选手超越 这回合她以71感完赛 占以低于标准感2感并列第六 只落后2感 明天最后决战有机会一拼 同场出赛的卢小琴 今天以73感完赛 蔡佩颖则是平盘作手 两人同意147感并列36名 也晋级决赛 前二回合打完日本女将 成田美瘦瘦 藤田信息和土田杀弥香三人 今天都打出69感 以总计140感并列领先 明天将再领先组决战 原本的领先者嘉业刘美 今天花了73感 以总计142感退至并列第六 明天将汉姚轩于同组竞技 千两回合打完只有前十名内的十一位选手 保持红四 最后一天激战能减少15的人 将有机会出现 最后一天激战能减少15人